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一起来关注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台湾主任王毅就推荐两岸经济关系提出三点意见,并表示争取年内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正式商谈。 国民党中常委陆续请辞,26号晚国民党中央将召开临时中常会,讨论中常委普选后续相关事宜。 据台湾联合报的报道,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机场却高达15座。 近年来大部分机场的客运量都出现了下滑的趋势,特别是只经营台湾内部航线的机场,下滑的幅度更大。 那么台湾机场为什么会出现客运量下滑的趋势,台湾航空越界又采取哪些措施来弥补这样的下滑趋势。 稍后的热点偷视中有台湾的两位嘉宾详细分析。 10月25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2009年度两岸关系研讨会时, 就推进两岸经济关系提出了推动两岸新型产业合作, 鼓励大陆企业向台湾投资,以及商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三点意见。 10月25号上午,2009年度两岸关系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 会议主题是促进两岸产业与经济交流合作,王毅在会上提出三点意见。 一是推动两岸新型产业合作,尤其是有规划指导,有政策支持, 有产学研一起参与的新型产业合作。 希望在两岸有关方面支持下,加快两岸产业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 达到共同提高,共同发展,共同开拓国际市场的目标。 二是鼓励大陆企业向台湾投资,希望台湾方面及时评估政策调整的效果, 以更积极和开放的心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 为陆资在台投资经营提供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 为企业管理人员在台常住与生活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 三是商千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王毅表示,大陆方面为启动商千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 愿与台湾方面协商,近期内完成两岸专家的共同研究, 年内在两会框架下,尽早启动正式商谈。 王毅说,商千协议的目的是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 2009年度两岸关系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举办, 来自两岸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16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24号晚出席中华两岸企业发展协进会成立大会应邀致辞时表示, 和平稳定是两岸的共同愿望,而台湾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 和平与繁荣是一对切不开的连体鹰。 江炳坤还说,去年520以来,两岸关系发展突飞猛进, 五项共同愿景也成了国民党的政纲和当局重要的两岸政策。 海基会与大陆海协会举行了三次会谈之后,